我们知道松下跟中国的渊源很深 但想不到连松下也要离开中国了 这个日元的狂扁 日盈要出手了 他们这个殖利率的一个控制曲线 现在要改变 这个叫YCC 我来解释一下 就说日盈 就是日本的中央银行 把十年起公债的殖利率 上限控制在0.25% 为什么要这样控制 它要保护日本的金融机构 因为金融机构手上很多债券 那殖利率往上 债券价格会下跌 金融机构会蒙受这个损失 但是这一两年来通膨上去 殖利率就往上 所以一直在碰那个上限 碰上限 那日本央行没办法 市场担心这个债券价格下跌 把债券就抛售 日本央行就把债券无止境的吸收 形同对市场注入了资金 所以为什么日元扁 然后日本的股市会涨 但请注意 这个消息出来 现在波动太大 开始这个YCC的政策要改变 你看最近这几天 日本股市亚洲股市第一涌 今年我们台湾涨20% 它涨24% 你看最近的日本股市 跌破了这个月线 开始有变化了 好 不过日股 确实因为日币的狂扁 而在今年表现非常凌厉 特别是日股里头 有集当指标股 有一档叫做索斯未来 大家没有想到索斯未来 这家公司 它是一家AI公司 竟然股价还超越了NVIDIA 超越了汇达 对啊 我们都觉得 NVIDIA涨了200%已经够厉害 已经够厉害了 索斯未来还涨245% 它做什么 它就作为系统单芯片SOC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IC设计 但是它的IC设计 放在电动车 智慧设备 还有资料中心 跟AI有关 所以今年的股票 涨幅 就大涨 除了索斯未来之外 日本的半导体材料 叫JSR 也涨得很凶 那日本的政府基金JIC 现在准备用差不多9000亿的日币 折合大概60几亿美金 这么庞大的资金 要收购这一家 这个消息传出来 昨天礼拜一 一天可以涨了22% 这个大标股 那为什么 日本现在要保卧 这个投资的机会 投资AI 投资半导体这个晶片 那你看 这个JSR多厉害 它做光阻镜 光阻镜不就台积电在用的 对 它的客户就台积电 三星 Intel 为什么要光阻镜 这个晶圆在10颗的一个过程当中 光阻镜用了以后 让它的残留物尽量的减少 可以让晶圆制造的良率提高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来讲一下Panasonic好不好 因为既然谈到了股价 我们来讲一下松下 因为日币扁 大家都知道去观光很划算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很多日器因为这样决定要回日本做制造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把中国当世界工厂的这些日器 现在要回到日本去了 对 这是一个循环 其实不是只有日本 台湾也一样 大约在三四十年之前 就1980到1990 当时两个国家的货币是升值 所以升值的话 生产线一定是外移 比如外移到中国 那日本也是这样 1978年的时候 邓小平第一度到日本去访问 那访问的时候 他还跑到大阪去见谁 建这个松下信资助 松下信资助的话 就松下创办成为日本的经营之神 那邓小平就跟松下信资助就讲说 能不能帮我们一下 我们现在中国要现代化 帮点忙 帮忙 松下就跟中国 大概有长达的四十年的好交情就开始了 所以松下的话就到中国去设厂 那时候中国的话 是没有外资的 没有 第一个合资的企业 据说他是第一家外企 家电的合资企业 其实当年邓小平到日本 其实对中国的经济的话 起了一个很重大 他就是把日本的钢铁跟家电 带到中国 所以后来就越做越大 你知道曾经松下一年 在中国的营业额是2000亿日币 占整个松下的营收是20% 现在只剩2% 只剩2%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中国自己家电的品牌也起来了 它比较适合 美的 格力 小米 这些品牌起来 第二个原因 现在日元是贬的 对不对 回日本 当时日元是升 去中国投资 现在贬了以后 要回来日本 所以他把广州的高阶温空调 压缩机 这种最厉害 移回到日本的本土 现在在资贺县 要投100亿日元 把日本的产能提高了4倍 好 那我们回来讲观光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去日本玩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去换日币 跟半年前相比的话 可以差到2万块日币 多出2万块日币 蔡总 对 现在因为观光客的话 换的日币到日本去观光 都会很好的 现在日元贬到了1美元大概143 那对于台币的话 大概0.2亿 所以跟去年同期来讲 我们10万块的台币去换日元的话 现在现赚9.8万的日币 我们讲过 来回一趟日本的机票 再加上三张的迪士尼的门票 我告诉你 现在因为观光客太多 日本这些最热门的这些热源 以价值量 东京迪士尼成人的这个门票 已经突破了1万日币 大概2337块的台币 那大阪的这个环球影城 一样 12岁以上就是1万块日币 现在环球影城很慌 大涨价 我刚才大涨价 还是继续人家要去 好不容易出国一趟 不在乎 因为还有那个玛丽欧园区 你如果孩子带去 我告诉你 他真的不想出来 环丽欧园区大阪的这个影城 这个真人这个电动 哇很好玩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都可能回到我们YCC的政策 可能会改变 好那我们回来看个股 因为观光航空 大家本来以为暑假到了 应该会涨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明明该涨的族群却没有涨呢 我告诉大家 今天台北股市灌破1万7 跟着日本股市也跌破了月线 调整开始 调整开始的时候 两种股票一定先倒 第一个波段涨幅大 第二个估值高 我告诉你观光局两者见记 第一个涨很多 再过来估值太高 我们没行情啦 那个观光股 那种本益比 要不要跳天上的本益比 把未来五年的观光收入都把它算进来 也没有那个行情 所以今天你去看 银品已经是正规金了 我们看那个银品的K线 几乎打到跌停 好 极度打到跌停 我们看K线 你就可以感觉到 我们时间拉长 今年解封 今年解封 你看它是怎么样 七字头涨到130 EPS也只有三块而已 那你去看那个夏都 夏都 肯定那个有海滩那个 EPS一块 一块起到一二三 一百二十几块 所以今天这些观光股就下来 好我们回来电子股比较重要 AI AI我们其实我们是领先 我们上个礼拜 那个观光股节前一天 就叫大家卖了 对就要小心了 你看今天 为什么今天广达 跟这个伪创都已经跌下来 其实我觉得它还跌了不多 但已经跌下来 你看昨天的Amelia 我们讲过三位董事 都在卖股票了 Amelia昨天已经跌了快四% 然后跌到市值一兆美金 看起来未来它可能也会调整 所以它再一跌了以后 你广达尾创怎么会涨 但是我们看六宫格 资金开始会转 破业线之后 转到什么 你看今天的微钢 是除夕的第一天 填息 青年上涨 跌了一年 跟各位讲 DDR或 就是主流规格的记忆体 8GB的第一度开始 合约价上涨 最近的 就这个礼拜的爆价出来上涨 所以开始有涨的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냘 还是 对 硬杨栋梁 是 对 请 云 到 Director 在 北 口